今天頭回來看國內 新清安貸款 外界這支給人用來擦榜 八大港口航空共調 六十審査跟管理客人 不過外界現在是比較煩惱 新建安的規模混合貸款 卻要給人軟空房 財政保護士已經要求 外界六十寬換機制來審査 行政醫也要調開新清安的費期 全民憲土 國內房市 國內有吃過 賣這個地方 處於是一直請餐 他們去外界這支 新清安貸案是 作中處理起的環境這支 目前八百公共開會之後 共調六十審貸款進行定信 跟貸款之後管理 各家共機制 不過外界又比較煩惱 因為新建安所三星的 整備性混合房貸 卻要做新清安在 打人頭貨的時候 想主要放到的空房 現在只是把高風險案子 先跳出來 這個東西一直都在討論當中 我們就要求各行庫 國安國去查 那我們這個機關也會協助來做國際查核 另外新清安貸款出現 進頭貨 全做這些暖胸破壞政府 協助青年買家的美衣 行政日是要開會 新清安全民檢討會議 財政部也要求公共航空 愛樂是銀行公開所辦保的 方法都可以插帮 跟進頭貨 新台機制 各位落大機票來判斷 這款貨是不是進頭貨 如果是建中中概貸銷貸書來新清安 進行就要特別採取 不過對於新清安來說 這樣子的這個方向來說 可能會比起之前 只是在針對一些投機的租屋的情況上面 會來得比較有它的力道在 因為畢竟 其實新清安 它仍然是比較適用於一些低種的產品 不過丹冰是說 現在整體房子建立這 不是單純是新清安 以往一大天的買出條 可能是有收取的 夾收付 那就是現在整體市場資金 才成就 就算有些人沒辦法使用新清安 也許有其他銀行優惠貸款 不一定比新清安比較壞 政府想要用這樣來壓多房子 整理這個狀況 將來是好過悠閒 記者總合佈度